大家好,歡迎光臨山水白堅濠頻道 今天我要介紹一位當代的日本藝術家 Kusama Yayoi 草鑑尼新 草鑑尼新的展覽是在西九龍文化區M加博物館展出的 展期到明年5月,承認的票價是240元 是要事先在網上預約的 M加博物館的設施是非常齊全的 大家一定要將手上的行李放在儲物櫃裡面 儲物櫃的收費是每小時5元 然後你就可以將約好的門票的QR Code 交給職員掃描之後 就在二樓的西展廳裡入場 草鑑尼新以一生的時間去追尋宇宙的無限 以藝術的生命去探索生存的意義 她的作品源自於她的恐懼 所以她的自畫像裡面有很多不同的花等等 是她小時候的陰影來的 因為她小時候得到一個病產生很多幻覺 覺得那些花有很多很恐怖的面孔吃了她 草鑑尼新的家人是反對她學畫畫的 長大之後她偽然去美國繼續去畫畫的生涯 眼前這幅畫是草鑑尼新在美國畫的得意之作 這幅畫叫《無限之網》 意念是草鑑尼新坐飛機的時候 在上空看下來的太平洋的情景 原點源自於她的恐懼 但當原點聚在一起之後 就代表宇宙的深度 生命的無限 原點你看起來會動的 所以這幅畫很有趣 正如大家剛才在畫面看到 草鑑尼新是用很多塑膠做的洋具 去製作一些公仔、傢俬 以及一些藝術的裝置 又參與很多藝術的活動 以她的波點 去跟性戀者做很多裸體的活動 去回應當時社會的性的開放 自由、和平、越戰等社會的命題 草鑑尼新的藝術作品 是在壓迫和解放這兩個矛盾點裡 所製作出來的 藉著自己在幻覺的世界裡 看到的原點和一些植物 她將她容易為一 以及以藝術的形式 將她的恐懼釋放出來 所以她不斷製作藝術品 也是延續她藝術生命的養份所在 在2002年她依然創作 大家眼中剛才所看到的 永恆的愛系列 其實是消融了草鑑尼新 她自己對本身的恐懼和矛盾 藝術反思她自己的生命和宇宙的無限 是滑時代,是跨時代 所以如果我們用一個說話去解釋草鑑尼新 根本上是很困難的 但草鑑尼新是憑著藝術去改變她的生命 這件事是十分肯定的 展覽廳的B2流程 是有一間鏡房 這也是草鑑尼新的有趣之作 藉著你進去鏡房 一個人面對你自己的恐懼 面對著你自己的生命 面對著你對世界的宇宙觀等等 你是有一個很強烈的反思 所以是一個很寂靜的心態 去回顧你自己的一生 是很有味道的藝術品 在這次的展覽裡 大會是以她患了精神病的報道為主軸 就算得病後 是以藝術創作的治療為重心去解釋草鑑尼新 我認為這個方法不得全面 主要我覺得她不能解釋草鑑尼新這個人 或者是真正認識草鑑尼新這位藝術家 我個人認為草鑑尼新為何成為當代一個傳奇的藝術家 最主要的原因是她是從恐懼之中得到釋放 她是從壓迫之中得到自由 她是從深度去瞭解宇宙的無限 以有限的生命去創作無數的藝術品 所以她不是因為精神病藝術治療 可以兩句說話解釋得這麼簡單 而是她是以她的世界觀去深入探討 人類對於生命和宇宙的反思 而這種藝術的表達 或者一些行為的藝術 是超前的 草鑑尼新是以她在幻覺之中所看到的原點 去消融她得到的人格解體神經症 以塑膠製作成陽具的鋁囊和梳化 去諷刺性這個問題 亦都以標籤去批評當時的消費主義 亦都以灰色的重金送色來代表過度的工業化諷刺 在近期的草鑑尼新的作品裡 她主動是重新以永恆的愛為題 創作作品 不知是斑點還有變形蟲、花、羊具、植物 以及很多隻真靈的面孔 在幻覺世界裡所看到的事物 將它集在一起 是重新創作一批作品 當然有心愛的南瓜 目的就是想重新令到人類 去醒覺我們的宇宙 我們的生命是如何進化出來的呢? 在悲傷的盡頭埋在夢裡 現在我擁有了藝術的力量 聽見人間的狂亂 與天空魂彩的回音 在人世的陰微中 每天勇敢地面對幻影 在全心全意的愛的水的中 夢想著未來 我想要活下去 越來越作為一個人 即使我現在綻放的心被寂寞淹活 我會舉起藝術的銅牌 繼續向頂峰邁進 身而為人 我將繼續向頂峰邁進 揭力活下去 或者在以上的訪問節錄裡面 草格尼辛在2021年的這番講話 正正就是代表了他這一生的藝術的養分 由他十歲時所畫的母親自畫像 到他出角的時候畫的無限之網 然後再做一個洋具少女的藝術雕塑 最後是死亡和永恆之外系列的作品 草格尼辛都是一生摸削著生命 以有限的時間去探討無限的空間 他的作品根本不屬於哪一個門派 他在生命的痛苦和矛盾之中 作出自愛的詮釋和探討 透過藝術的展現去消融自己的恐懼和矛盾 並作為反思自己的生命和宇宙的無限 所以這次的展覽 我覺得如果用以上我剛才說的那番話來做主軸的話 說他會更加好繪型繪星地去描述草鑑尼辛這位藝術家 是時候是讓大家用另一個方式去沉澱自己 我突然再帶大家去這個鏡房一趟 看看大家在鏡房裡面怎樣找到心目中的自己 下期再會 拜拜 請看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